今天下大雪 但是你們覺得會很冷很冷很冷 其實是不冷的 因為今天是沒有風的 晚上就不知道了 但是現在是沒有風的 所以不是比你想像中那麼冷 當然如果你是不習慣加拿大的天氣 你會覺得冷到不得了 雖然不冷 但是因為下雪 那些雪會有些雪水 所以都會滑的 除非是下很厚的雪 所以還是要很小心 很小心地開車 那些雪景給大家看 尤其是沒有來過加拿大的人 還有就快要剛剛來移民加拿大的人 不過在我們主要城市 Misusaka 這麼大雪的一年 最多不會超過二三十天 去年我計算過沒有五十天 一般來說就是十一月尾就下雪 一直下到三月尾就沒有了 但是好像我說的不是每天都下雪 你不用怕 現在不單是下雪還有雨 那就麻煩 因為會滑 加上那些雪 因為那些雪很厚 天天 幸好是七五步 應該是沒有什麼下雪 還有三 氣溫都挺高 希望它就會溶掉那些水 要不然變了雪冰就麻煩了 很難開車 很難走 不過很奇怪 是呀 檢查了那些雨 等下兩點之後就不下雪 又不會下雨 然後到四點幾又下雨 然後又停了 然後到晚上八點就開始下雨了 嘿 大家好 我是Peter 剛才和家人去購物 走得很久很久很累 大家都說不然坐下 喝杯東西吃點東西 但是這裏附近 又是沒有那些私人開的咖啡店 就像我所說 我這個城市 全部都被這些連鎖店店買光 就沒有那些私人的連鎖店 或者是咖啡店 或者是私人開的餐廳 那你就來這些連鎖店 然後還要去很多地方辦事 這裏是連鎖店的餐廳 那他們盡量裝修到比較現代化 希望吸引多些年輕人 那現在因為還是回到第三階段 就是每間餐廳只可以給50%的人數 那看到嗎 在這裏中間這張椅就封了條 不讓進入去了 那這裏就可以坐了 那雖然你覺得好像很近 其實那裏差不多不止六呎 起碼差不多八九呎 那但是呢 都很少人坐這裏吃東西 但是我一向都是喜歡坐這裏慢慢吃 吃飯又是吃碟水又是吃午飯又是喝茶又是 但我吃東西很快的 我呢就叫一杯那些 那些 Creams go 唉 你說有沒有辦法 你說減肥減肥 把口管不住 真的很慘 很慘 我一會兒子呢 就自己叫一個Hamburger吃 因為年輕的人可以吃很多 那這個燈籠呢 紅色的燈籠 橙黃色的燈籠 都挺好意頭的 夠紅夠黃 那吃完東西 坐下在這裏喝一杯東西之後呢 跟著又要再去買很多東西 順便去吃東西 即是吃正餐 那拍些video給大家看 那等一會見 跟著下來呢 就來了這個sopping center 在這裏買一些東西和家人 都挺剩下的 這個mall 除了是星期五六 多些人 或者是過年過絕 就打算買一些 pastic container 裝一些 不是很需要用的東西 但是呢 以我自己個人的心得 千萬不要貪大 我以前呢 即是很多年前不懂 想知道 買大的 可以裝很多東西 買了幾個回去 哇 才知道老襯了 捧到 重到不得了 重到不得了 又阻擋 所以呢 後來呢 我就改 全部買了那些 叫做小型一點 太大了 太大了 又不行了 搬又不行 放又不行 那你買得太小又不行 太小又裝不到很多東西 那它有一隻size 很適合我的 是透明的 但是呢 今天沒有 那遲些等去有房子才買 就是十幾元而已 一個 有時呢 大減價呢 減到九個幾 那如果下次有的話呢 我會買多些 就可以裝一些 不是要用的東西 裝進去 這隻size呢 我都嫌他太大了 因為你裝滿了之後 很重很重的 搬上搬下 你相信我說 除非你是很年輕 二十幾三十歲 那我覺得這隻size 都ok 但是我說我喜歡那隻呢 就跟這個差不多 再小小小 那呢 裝滿了都不會很重 我都可以拿到 樓上樓下 搬很多次都不怕 所以呢 我果然意見 如果是的話呢 不要買大的 買大的很麻煩 很麻煩 都是買一些小的好些 但我要那隻呢 沒有了 等遲些去有貨 再買 那我家人呢 就進了這個mall 那裏要辦些事情 那我呢 就在這裏 買了個 corn muffin 我是很喜歡吃corn muffin的 其實muffin 我最喜歡吃的 就是corn muffin 那跟著呢 就是那些mixed berry的muffin 但不是經常有的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caric muffin 但如果我看到有corn muffin 我就會買corn muffin 我最喜歡吃的 但你不要說 muffin 是挺肥膩的 有很多cary的 就這樣 就是這樣 那呢 午餐呢 我就在這間 私人的 希臘 這個food court 裡面的 booth 買了一個 我最喜歡吃的 poutine 那這個呢 它是 混合了 雞的 蟹 最喜歡吃 我也知道 很肥很肥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很喜歡吃 很喜歡吃 這樣呢 跟大家說一說 我告訴你 在我這個城市 食物的價錢 是貴過 你們在 Racham Scarpul Richmond Hill 好像我今天買這個 chicken pudding 連稅是12.42 那我平時去開我 在Scarpul 一家 shopping mall 裡面那個 jerk chicken pudding 那時候是六個半 一份而已 加上稅 七個幾種包 一個drinks 因為我很久沒有去過 尤其是現在疫情 重新開放 第三階段 那 都會全部加了價 那 就算你加了20% 都是八個幾 左右 那 所以相差 在這裏 差不多五元 那 那我這個 就不是 chicken 就是那些 燒中東的 chicken C 那樣 但是都一樣 很好吃的 兩個風味都不一樣 那 在這個雞 上面的 白色的醬汁呢 就是 Galic Sauce 我很喜歡吃Galic Sauce 那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吃Galic Sauce 因為很多人很怕 蒜頭的味道 但是呢 我很喜歡吃 蒜頭 生吃就不行了 我家人是生吃的 因為呢 我爸爸媽媽是北方人 山東人 所以他們習慣可以生吃 我就不行了 但是呢 童生煮菜 炒菜 一定會用薑蔥蒜 爆鑊的 那 好像這些Galic Sauce 我最喜歡吃 所以什麼Galic Bread Galic Trolls Galic Strain 因為童生是Galic做的東西 我都很喜歡吃 這樣呢 我就叫了一杯 Medium Coffee 通常我就叫Small Coffee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剛才這天都下了很大的雪 其實都不是很大的雪 那麼呢 這麼冷的天氣 喝一杯咖啡是最好的了 另外呢 因為呢 起床沒多久了 那 等一下要做很多很多事情 那 一定要養足精神 來看神 這個屋子 這個屋子 是很小很小的 還有呢 我已經說到 五六十年的歷史 所以它的覆蓋是很小很小的 那 而裡面那些 所有那些 覆蓋裡面的 衫衫檔仔 全部都是私人的 不是那些大財團 那些 所以呢 就 很有趣 很別切 所以呢 你們坐下來 買這個 Putin 那我家人呢 就想去買更事 那他們呢 都會來這裡吃東西的 大家看一下 這個份量呢 很大很大的 我想吃了很久了 都是很多在這裡 不要緊啦 慢慢吃 因為 大把時間 雖然說要去很多地方辦事 但是大把時間 那 講到 Putin呢 Montrior做得很好吃的 法國人煮菜 真的很好吃 尤其是做的那些 甜品呢 真的很好很好吃 那現在你有機會去 沒有地方就可以試一下 不過在加拿大多倫多呢 其實都有很多家做得很好吃的 慢慢慢慢慢慢坐 慢慢吃 都吃了很多了 但是還有很多剩的 但是 吃這個東西不可以吃得太慢 為什麼呢 如果你吃得太慢的話 那些 French Fried 一凍了就不好吃的了 哎呀 今天呢 這一餐超級飆的了 其實這一餐可以當是整天的了 因為呢 這個calorie很厲害 我想起碼是3000 那一般來講 加拿大 那個衛生局 那些人就說呢 一般成年人呢 大約呢 需要2500-3000個calorie 來吃一天 那當然還要根據每一個人的身體健康的情況而決定 那 那今天已經剛剛 到了 標準的了 那我吃完了 那 搞一下感想 很好吃 French Fried 但是呢 如果真的要我比較起來呢 那我反而呢 就喜歡 我在Scarpels 開過間 一向吃開過間 因為呢 它是用過Jerf Chicken的 那些雞肉呢 是比較好軟熟 還有呢 有很多汁 在那裡 那當然呢 其實那個是非常之不營養 因為那些汁呢 很肥很肥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中東燒雞 你看是乾身 然後呢 就全部呢 就夠那個Galic Sauce 那一個都OK的 今天吃得很滿意 拍一拍給大家看 這個很舊的魔仔 很小的 嚴格來說呢 它的對象呢 就是 我們叫Laborhood Mall 就是說是街坊的 小型的商業購物商場 就是它的目的 當初起的時候 都不是打算去吸引外面那些 客人 所以呢 它呢 就是沒有什麼裝修 那雖然呢 它是一個很小 還有五十六十年來的魔 但是呢 大約在五年前呢 是重新裝修過 那麼呢 裝修得呢 就是很乾淨 乾淨 所以呢 進來坐在那裡吃東西呢 喝杯咖啡都會覺得很舒服 不是說 你想像六十年的 舊街坊的商業 小中心呢 會很髒 它真的很乾淨 很乾淨 很乾淨 一坐在那裡很舒服 所以呢 我才會坐在那裡 慢慢吃東西 和喝咖啡 等我家人他們辦事 剛剛我家人呢 放下去買些東西呢 那呢 就喝了杯茶 那跟我說呢 哎呀太累太累了 呃 不想出去吃晚飯了 都說是星期五好吃了 因為都是很累的 今天走到很多地方 另外呢 剛才吃過雪糕呢 在另外那個 即是快餐店那裡 哇 好 好 然後我吃了這麼大份 那些炸薯仔的骨頭 那呢 啊 剛剛離開這個mall呢 大約 開車不到幾分鐘 就有一間呢 很古老的華人的 comment商場 是嗎 那 那 大家記得說 不如去那裡買些外賣 算了 看去那裡開不開 foodcard 如果foodcard開的話 看去那裡吃點點 很少東西 但是去到 真的 沒有開到 那就買tick out 但是呢 我打算呢 我就不會買tick out吃的了 那我呢 最多就會去買去的豆腐花 咯 因為呢 我今天已經超了飆了 你看看 今天呢 下了一場雪 後來呢 就融了雪 現在下雨了 那呢 希望呢 天天的溫度升高 那這些雨水就不會變冰 如果 天天 還是這麼冷 變了冰 那這樣就很危險了 開車就變了冰 來的 走路都很危險 要小心點 不論你是老人家 或者是年輕人 那我們現在呢 就去這裏附近呢 三分鐘 兩分鐘不用的 就這樣 上場那裏 買外賣 因為算是太 那來的這裏呢 他有兩間 平時買開的 都關了門 或者遲了了 那呢 我就買了燒肉咯 那另外呢 再買些其他那些 炒粉麵飯咯 沒辦法了 嘿 終於辦完事 回家了 那你今天沒有出去吃飯了 就是買了些外賣咯 很累很累 去很多地方 啊 在我身後面這幅呢 是我畫的空作畫來的 是公筆和寫在一起的公寫相間的畫來的咯 那我是一個畫家來的 那這些呢 就是我其中那些 家人買的外賣咯 因為太累太累 他們說不出去吃飯了 真的不出去吃飯 還有你今天吃的 東西的時間很亂了 下午又吃 旁晚那時候又吃了些 那樣太飽了 啊 真的太多了 不吃了不吃了 那好吧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這個視頻啦 那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那可以的話呢 請訂閱啦 支持一下 另外呢 給個like的啦 分享給你朋友看啦 多謝下次見啦 拜拜 福六獸 三個大神仙